作为一个有人命心怀的老板 我曾经问我的小伙伴 说吧 你有什么梦想 作为员工福利 我可以帮你实现 这个小伙子喊出了非常响亮的口号 我要升居北上广 死葬八宝山 我脑袋一热掏出手机 查了查北上广房价 然后露出了这样的标签 呦 你好 我是义公子 上一期我们用国漫的方式 打开了敦煌壁画 这期我们要换一个视角 来看看中国的另外一个古都 洛阳 洛阳在很多人眼里 是十三朝古录 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但是 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翻转一个视角 来看洛阳的话 你就会发现 这竟然是全中国 巨世无双的 暮放天堂 喂 谁把我灯关了 如果你有幸在一个 月黑风高的晚上 来到洛阳北边的一座小土山 你可能会见到以下这些场地 来了 老弟 如果我是DJ 你会爱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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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设计签名 一字十块 哥哥哥哥 我为你打棒 能逃亡呢 我也要去玩 这里就是北芒山 这里埋葬了六个朝代 二十四位帝王 以及许许多多 我们在语文课本和历史课本上 能看到的王侯将相 这里连年一百多公里的山脉 全是墓地 如果黑人大哥来台关的话 很可能会忙到断气 关于北芒山上的墓 有这么一句话 叫做 积无卧牛之地 就连牛都没有地方躺下了 而且这个墓上面 还是墓 层层叠叠 无穷尽言 唐代有一个诗人叫王剑 他是这么形容北芒山的 他说 北芒山头少贤土 济世洛阳人旧墓 旧墓人家归藏多 堆着黄金五买处 这个墓太多了 拿着黄金你也买不起 当年这里的房价 可是远远超过北上广 古人们的终极梦想啊 就是生居苏杭 死葬北芒 而且在这个北芒边上 现在还有一座洛阳古墓博物馆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古墓博物馆了 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古墓 以及墓中非常精美的壁画和随葬品 有人说看完之后就想当场去世 那么北芒山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 能让古人们就是拿着黄金拼死也要葬在这里呢 这就要说到我们中国人的丧葬观念了 我们中国古人讲究的是 是死如是生 就是我在死后啊 还想继续延续我生前的这个生活 甚至我还想过得更好 于是啊 我肯定得给自己找一块福地 这福地怎么找呢 通常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就是 离家境 你很好理解吧 离家境就方便子孙们祭祀 而且古代的这个交通也不是特别的方便 我这个死在洛阳总不能葬到吐鲁番去吧 所以这些在洛阳生活过的帝王和王侯将相 当然选择洛阳救济埋了 谁让洛阳是一个人节地灵的地方 说实话这个洛阳啊 讲到他的好处 我用最快的语速 我两分钟都不一定讲得完 他是中国两个字最早的发源地 他拥有四千多年的建城史和一千五百多年的建都史 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地上十三个王朝在这里建都 一百零五位帝王在这里执政 这里孕育过河图洛书 是中华文化的源头 太极八卦周易风水 全从这里来的 周公鸡蛋 对他真的叫鸡蛋 他在这里呢治理作业 后来被童子推崇成为了龙家思想的起源 老子也曾经在这里做了几十名的图书馆馆长 传说后面还在这附近的老君山归影修炼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呢 也是在这里建立了第一座官办寺院白马寺 所以不客气的说啊 中国文化思想史的源头全是在这里发端 然后再传言四方的 更没有说还有什么洛神富途啊 洛阳产啊 龙门石窟啊等等洛阳想当当的名片 武则天呢把这里称为神都 那说到这里呢 可能很多很懂历史的真爱就会问了 哎历史上被作为都城的城市 它附近也其实有很多陵墓啊 你看西安它附近有什么呢 有秦始皇陵 有乾陵昭陵 然后呢南京 南京它附近有什么 有中山陵 有明孝陵 还有那个北京 北京呢有明石三陵 还有青东陵 青西陵 那为什么独独只有洛阳的这一片陵墓 会被称为是就是古人绝佳的葬身之地呢 哎 这就要说到洛阳北茫山绝佳的风水威冲 风水在学名上叫做堪雨学 它其实是集合了地理学气象学 生态学景观学城市建筑学等等一大堆学 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为一体的一门悬术 然后它讲究的是什么呢 讲究的是藏风聚气 风水的鼻祖叫做郭普 他是一个近代人 他写了一本书叫藏书 这里面这么说 他说藏者成生气也 气成风则散 戒水则止 就是古人认为啊 人在刚逝去的时候 是脚踏阴阳两界 所生发之气呢 遇到风就会散 遇到水呢就会停聚 所以最好的墓葬风水叫做枕山登河 就我背后靠着山可以挡风 我面向着河就可以聚气 那么北盲山呢 恰好就处在这个我们所谓中楼的红脉上 面靠着黄河地是非常的开阔 那当然光有山水不够 还得有地气 因为毕竟死了之后 咱们是往土里埋的嘛 这个地气要好 北盲山的地气非常好 它土厚水低 就它土质非常的深厚 水位很低 就墓地不容易进水 所以呢 当地的人也利用这个土质深厚的特点 在地下挖了很多四合院 史称地坑院 总而言之 北盲山藏风俱气 土质深厚 帝王降向云气 实在是高尚社区 上风上水 地下CBD 人生后花园 名副其实的墓中之王 我去年曾经去过北盲山 本来想看看这个传说中 众人神网的墓葬者的天堂 究竟长怎样 结果后来发现长这样 那里的墓室呢 据说已经十目九空了 成群结队的这个盗墓者 漫山遍野的去挖宝 然后把一堆堆挖出来的那些 玉器铜器用锣筐装 用马车运 一车一车的运走 那里发生过特别特别多的 这种墓室盗窃案 比如说随便举个例子 那个时候镇京中外有一个案件 叫做金村古墓盗窃案 几千件非常精美的东周时期的随葬品 被一个在开封的加拿大传教士 还有一个美国人 花了六年的时间 一点一点地运到国外 然后这些随葬品 现在在日本 在美国 在加拿大 法国 它就在这些国家的这种 国家级的博物馆里面 还有在各个私人藏家的手里 而在中国呢 只剩三件了 其实这几年盗墓题材的电影电视剧 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我们往往沉浸于主角 那种为了解开自己身上的诅咒 然后潜入地下各种 就是挖宝啊 探险啊 很刺激啊 但你知道吗 这些盗墓者的存在 才是整个中华文明最大的诅咒 那么下一期呢 我们要带大家去 另外一个更更更更更 有名的古都 就是长安 你觉得长安的另一面 是什么呢 有名帽子 谢谢观看 啊 有名帽子 扫稿 约